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参加品牌方活动 主持人变身粉丝 多次安利 风起洛阳 前一段时间王一博很少曝光在公众视线中 粉丝们都很着急 而最近王一博的新剧 风起洛阳播出 作品的热度早在开播之前就已经很高了 如今作品正式播出 整体的效果也都非常好 最近大家不仅在屏幕上看到饰演百里红一的王一博 而且近日王一博还参加了代言品牌方的活动 这也是王一博近期第三次参加线下活动了 之前分别还参加了品牌方都周年庆活动 风起洛阳的发布会 这一次活动现场王一博依旧是很熟悉的感觉 而主持人也直接变身为王一博的粉丝 在金主爸爸的活动上一直给大家安利风起洛阳这部剧 最近风起洛阳播出热度其实很高 因为王一博本身就是自带影响力和热度的 加上这部剧的质感也很高级 所以不仅有粉丝们很期待 很多路人也都对这部剧的期待值很高 作品播出之后整个故事也都很紧凑 片方对作品的细节要求也很高 因此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王一博的演技一直都是作品的争议点 但其实大家都应该客观地抛开流量的滤镜 看待他的表现 这一次王一博参加品牌方活动 主持人依旧是大家很熟悉的郭涛 活动中主持人多次地提到风起洛阳 而且听他的发言 能够看出这位主持人对于剧情和角色也有一定的了解 感觉他一定也是一个剧粉 虽然是在金主爸爸的地盘上 但是主持人还是很大胆地安利着王一博的新作品 因为众所周知 所有的金主爸爸和王一博的关系都非常好 王一博身上有很多代言 王一博本身就是能够给品牌方带来一定的效益 而且王一博一直对自己非常严格 所以品牌方选择王一博也不会担心因为代言人而产生任何的负面影响 王一博向来都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这一次在活动中 主持人提到了王一博之前的一次开场舞 主持人直接主动提到了王一博一定为了开场舞反复练习过很多次 而王一博竟然完全想不起来对方提到的是哪一场 而且他并没有强调自己反复练习 只是说自己有时间就会练习 其实看过这就是街舞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王一博在学习舞蹈方面是非常有天赋的 在节目中其他舞者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但是如果抓住了细节的朋友也能够感受到 王一博同时也是很努力的 他真的会抓住一切时间练习舞蹈 即使自己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 他也会更加努力 很多事情王一博都不喜欢通过言语表达 更多的时候他都是通过行动表达的 他不会主动提到自己的练习多努力 跳得有多好 但是最后开场舞异出场 绝对能够惊艳四座 王一博就是一个行动力大过言语的人 行动力永远是克服其他烦恼的最好方式 所以王一博才能够坦然地说他似乎没有什么困惑 因为他困惑的时间都用来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